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发明的 那时别的小伙伴都怕火喂火 他偏偏爱往火里跑 久而久之他发现火烤过的肉更香 火烤过的泥巴变成桃 还可以当作工具 小伙伴更爱他了 于是他也被尊为了三皇五帝之首 跟着大王有肉吃 但是呢 周叔有记 神农耕而作陶 就是说啊 长进百草的神农士 每天勤劳地带领大家农耕种地 面朝黄土 背朝天 有一天 他抬起头 看到不远处一个小伙伴 拿着沉重的石斧头劳作 大王 我顶不住了 太辛苦了 灵机一动 用泥巴捏了一把斧子 投入大火中制造出了轻便的陶斧 劳动变得轻松了呢 跟着大王有饭吃 啊 怎么有五彩烟 邹神记中说啊 疯子发明了陶器 在皇帝身边当陶官 一个擅长掌控火候的仙人辅助他制逃 哇 今日我便将这烧头的掌火仙术交于你 仙人烧出的火能发出炫目的五彩烟 老百姓津津乐道 仙人见疯子爱逃如命 便传授了他掌火大法 谁曾想 疯子却把自己搭进了火里 藏于宁北山中 后人称他陶神宁疯子 神话故事中有关陶器的传说还有很多 于顺治陶 昆吾作陶等等 我也不知道哪个说法是对的 不过由此可见 陶器在当时肯定是太重要了 重要到每个神都应该发明过陶 都要和陶器有点什么 陶器老祖宗的年纪可比三皇五弟们大多了 2012年科学考古队在江西仙人洞遗址发掘出土了几块破陶片 经过探十四测定 这些陶片已经两万岁了 才有两万岁了 这说明啊 两万年前就有陶器了 你别看他长得不起眼 用心感受 我们仿佛还能穿过历史 看到沐浴在月光下的上古仙明们 坐在篝火前分羹食肉的场景 那到底是谁第一个烧出了陶呢 其实啊 这个并没有科学的解释 不过肯定是个意外 然后人们在根据这个意外以及想象力努力创造 终于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用到了陶器 古陶器造型天马行空 你能猜到这些陶器都是干什么用的吗 接下来啊 是一期有味道的节目 不要错过哦 记得关注我们 一起去探索吧